光是认知是不够的 还要扩大你的交友圈子 不同种族的人会增加你的知识 你也可以体会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律师布莱恩收集了很多证据 要替华特推翻不公正的判决 他们认为很有胜算 但是腐败的法官却认定那些证据不实 布莱恩和华特陷入了绝望 华特猜想布莱恩会放弃他的案子 腐朽而去 当华特最初无辜被捕时 他想一切都完了 警察、媒体、法官、陪审团都不相信他说的话 后来连他的家人都开始怀疑他 然而布莱恩却相信他 陪着他一步一步走过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他跟华特说 他绝不放弃 在阿拉班马州 很多律师刻意与客户之间 竹起了一座无形的墙 离客户远远的 但是布莱恩却不是这样 他跟客户接近 他是跟耶稣学的 耶稣说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耶稣是捍卫穷人和弱势人群的 教会也该如此 布莱恩说过 当我们让自己与弱势群体保持距离 我们的效率会降低 接触是我们学习建设健康社会的必要途径 我们是否常接触弱势群体 他们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的问题 他们的挣扎也是我们的 他们受到伤害时 我们也是否难过 请问 当我们的黑人弟兄 黄种人弟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 你是否也感到难过 你是否尽量去了解他所感受的 还是你跟他争辩 觉得他讲得不对 这个社会议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只是辩论的话题罢了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 却是亲身的经历 布莱恩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时 看到司法不公 非常难过 他发觉美国人口是全球的5% 但是坐牢人数却达全球的四分之一 白人坐牢的比例是十七分之一 黑人却高达三分之一 以前美国还是唯一重判 未成年罪犯死刑的国家 布莱恩的书里 还有提到更多的资料 当我读到这些统计数字时 实在难过的受不了 心想 放弃算了吧 布莱恩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从德拉瓦州搬到阿拉巴马州 决定一生致力于为死刑犯争取司法公益 因为他决心行动 他不仅以实际行动去帮助那些冤枉的死刑犯者 他还成立了倡议司法公正组织 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 他说 信心一定要有行为 是根据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公益不是感觉而已 而是要付诸行动 你有什么付诸行动的例子吗 我有一个朋友是老师 他发觉女生在上课时 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女生 不爱发言 每次他问学生问题 都是男生抢着回答 所以他问问题 都会等女同学先回答 然后再让男生发言 这样才会有公正公开的讨论 这是付诸行动的例子 我们教会有个弟兄 是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 他说 大多数高级主管都是男的 他说 我尽力去帮助鼓励 那些有色人种的低级主管出头 希望他们能参与改变 公司未来的方向和政策 这是另一个付诸行动的例子 有一个人在一个连锁车行上班 你们都知道去车行买车 必须讨价还价 才能拿到最好的价钱 这个车行的总裁是个基督徒 他做了调查研究 发觉这种买卖方式对有色人种相当不利 因为白种人很爱争辩 造成对弱势群族的不公平 虽然奖价并不是什么非法的事 但他决定 他的公司要推行不二价政策 买卖就照着既定价格成交 他说 身为基督徒总裁 我要使公司营运公平公正 这叫做付诸行动 争取平等 不是上街举举牌子 呼呼口号 就可以做到的 当然 那也是没错的 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需要帮助人能享受平等和自由 布莱恩帮助华特第一次失败后 他并不因此放弃 再继续收集证据 向州高等法院上诉 争取尽速开庭 但是检察官以需要彻底调查为由 故意拖延华特作监时间 布莱恩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请求法官撤销所有警方对华特的控告 释放他自由 经过庭审后 法官通过他的提案 长达六年之后 华特终于重获自由 你可以感受到他如是负重的激动和兴奋吗 因为在法官宣判的当下 不只是华特个人重获自由 他的家人和社区也重获自由 在那一刻 他的尊严和人格重新归还给他 那就是公义 就是misfact 布莱恩决定寻求公义 不是因为他要做好人好事 而是因为十字架是公义彰显 耶稣的恩典和罪恶的权势 在十字架上对视 上帝必须要惩罚不义 为了让我们必不受到严惩 神把罪的重担都加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宁愿自己受苦 好让我们得以进入天堂 如果你信主 你就知道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有尊严 都应有发展的机会 如果你信主 你也会寻求公义 宇宙道德的弧线虽漫长 但终会慢慢偏向公义 布莱恩从事律师工作27年 协助超过140个死刑犯讨回公道 从获自由 他提过一个重要的议案 经过高等法院通过 就是认定17岁以下未成年罪犯终身监禁是不合法的 因此全国有2300个在未成年时犯案的受刑人 重获自由 寻求公义的过程 非常艰难辛苦 布莱恩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以下是布莱恩的演讲 一个犯人说 非常感谢你愿意接下我的案子 我爱你 因为你尽力想救我 挂上电话 他就被带出去 接受执行 他们把他绑在单架上 给予注射死刑 我放下电话 我对自己说 我受不了了 太难了 我很绝望 我想到他真可怜 为什么要杀死那些无辜的可怜人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欺压落者 然后我想到 我就是为那些人工作 我的客户都是残破不堪的人 被贫穷 残障 种族歧视压碎 我在一个残破的制度下工作 我问自己 我到底能做些什么 我耳边想起一句圣经经文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又听到另一处经文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那一晚 这些经文在我耳边想起 是以前没有过的经历 我忽然觉悟到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做这些不是因为我要寻求公益 不是因为我有法律学位 不是因为没有人做 非我做不可 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多重要 那一晚 我领悟到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残破的人 然而有一个真理 如果你努力去做 要这牙克服困难 不灰心上志 那些障碍不会打倒你 还有一个更美的真理 就是 在破碎当中 我们满有恩典和怜悯 在破碎的戏缝里 恩典四处留意 在破碎中 我们才学会同情 才找得到通向怜悯的路 破碎教导我们公益到底是什么 如此简单的真理 启发了我 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缺陷 我们才能同情那些弱势人群 只有当神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 我们才能去爱他们 爱耶稣就是爱公益 他会带领我们接触到弱势人群 帮助他们寻求公益 无论是在学校 工作或是社区里 因为他已指示你何为善 就是行公益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米家书第六章第八节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求你的爱和恩典怜悯 充满我们这些残破不堪的人 天父 我们活在破碎的世界 破碎的制度中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改变的媒介 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你在十字架上的公益和怜悯 让我们无论到哪里 也都能带去你的公益怜悯 开我们的眼界 扩大我们的交友圈 赐我们勇气付诸行动 做正确的事情 奉你儿子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